在他们眼中 这里是迈向星辰大海的起点 重力平衡 追梦依旧 如果说奋斗是一种向上的力 那他们则拥有最极致的追求 他们是中国航天员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他 小天你好 小天你好 谢谢你接着我们采访 别客气 今天我们第一站去哪里呢 我们去水下吧 水下 好 亚平说的水下 是指眼前的模拟失重水槽训练 当飞船绕地心运动时 会产生失重 在失重状态下 航天员要进行空间出舱活动 装配维修等任务 时间证明 模拟失重水槽训练 是在地面上进行航天员 舱外活动训练的最为有效办法 现在亚平姐正在做一些 入水前的准备工作 我们在这里等她一会儿 那么在这个环境下呢 会觉得有点像一个大泳池的环境 温度很高 湿度也很高 但是往水下看 你会发现别有洞天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眼前这个大水槽 直径23米 水深10米 容水量4200吨 是亚洲第一大 世界第二大模拟失重训练水槽 当时为了满足神奇出舱任务 和后续任务的需要 在2007年完成建设的 它的原理简单来讲 就是通过配重的铅块 加本身航天服的福利 被航天员们在地面 创造尽可能 真实的是这种环境 这是今年第一次下雪吗 对 21年第一次下雪 第一次 对 这是什么神器 这是我的神器 这是干嘛用的 要穿这个到那个舱外服里边 因为我的脚不是小 所以鞋 是舱外服的鞋特别大 所以就 加个套 加个 对 加个脚套 三六变四二 我自己的神器 自己准备的 这一身要多沉呢 那是120多公斤 120多公斤 这是一个亚冰姐试装的过程 把衣服穿进去 然后调整这个衣服和身体运动的这个匹配度 水下训练是很辛苦的 因为穿这么重的装备 配重 要在水下去做很多的一些装备 那么除了这个现象的一个监护系统以外 水下还有 今天刚才我问了一下 有七位潜血员 他们在协助这个工作的完成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亚冰姐出来 这么近距离的看航天员们的训练 我的感觉特别的不同 还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 宅志刚飘出神舟七号的舱门 举起五线风旗说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他完成了我们国家首次困件出舱的任务 现在再去体会这句话 我会感觉更加的印象深刻 难忘的吧 我觉得就是航天员这种 客户的精神 天上是我们比如说 五个小时的工作任务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 在地面就要做 五十个小时的水下训练 比例是一比八到一比十 我们一次水下训练 就要都四到六个小时 我就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就是航天员在一次 水下训练结束以后 如果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科目 或者是操作很多 很累的情况下 训练结束以后 体重能降低一到两公斤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是特别佩服航天员 一个点一个点去推敲 反反复复地去 通过摸索 通过训练 去把这个流程做到最右 因为体力消耗巨大 和亚萍姐再次见面 是在她完成水下训练的五个小时后 亚萍姐 这是我们训练的 4G的体力消耗巨大 像亚萍一样的航天员 则要进行八个G的过载训练 正常八个G的时间是30秒的时间 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你的脸会变形 胸部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然后你的眼泪会就劈的啪啦 不自觉往外流 泪流满面 我们老说泪流满面 你就控制不住 整个过程都是这个样子的 以前他们有家属来看我这个训练 看了之后就说再也不来看了 因为根本就看不下去 这有两个按钮 我看到了 一个按钮呢是 我们右手是拿着要来做动作按钮 左手是一个红色的按钮 放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训练过程当中 感觉到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随时按这个红色的按钮 请求暂停 但是我们航天员大队成立20多年来 其实从来没有一个航天员 碰过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虽然是握在我们的手里 但实际在我们的心里 它是不存在的 因为无论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不会按这个按钮的 所以我当航天员以来 我觉得我也做了很多 我自己认为 我以前认为我做不到 做不好的事情 但最后做到了 而且可能做得还不错的事情 就是那种突破感 那种幸福感是无以伦比的 现在我们是在远离地面 300多公里的天宫一号实验舱里 给它们同样的干扰力 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有一只老虎 你看 你看其他的老虎在干嘛 偷偷在看 是不是 因为它是闭着眼 对 它是闭着眼 它觉得好舒服 有一次他的老师跟我说 他说有一次上着上着课 他就掉眼泪了 就流眼泪 跟老师说想妈妈了 说我妈妈还在苍蝇呢 我想妈妈 然后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能抱你一下吗 我都不知道 他在家里人的面前 可能没表现出来 但是他自己可能心里边 还是会难受 我就觉得这么小的孩子 这么懂事 在13年执行神舟10号任务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孩子 但是如果下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会对我的女儿说 妈妈要去太空 给你摘星星去了 等着妈妈回来 和亚萍姐的相处是充实而难忘的 无论是自己的小家 还是航天员这个大家 她都在无怨无悔的爱与奋斗 在最后的采访时 我问了亚萍姐这样一个问题 你认为每一位航天员 都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她的回答是 我们常常说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吗 你要有脚踏实地的付出和努力 才会有仰望星空的底气 其实每天我们都没有去计算 到底我们每天训练多少个小时 每个人都是这种感受 一定要把今天的训练 圆满地完成好 不管几点 就是每次我觉得我们训练的时候 有很多航天员很多训练 都是要突破自己这种 生理和心理的极限 像普通人可能我累了 我不想我不想练了 我就不练了 我练不动了 我跑不动了 我要休息了 但是我们不行 但是每次一出来 就感觉特别高兴 就是因为觉得 哎呀我又练了一次 我离我的梦想又进一步 就是那种特别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航天员大队有一句话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艰辛 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 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 就不知道其中的真谛 我觉得这跟我们的生活 真的是太太贴切了 其实从成为航天员到现在 已经有十年多的时间了 这十年多的时间 一直都是在用心在体会着 这份追梦的幸福和快乐 我跟亚萍刚刚分开 现在她已经归队了 接下来呢 他们即将开始新一轮的封闭训练 祝她一切顺利 今天能够走进航天员 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能够跟亚萍一起聊工作生活 谈人生理想 真的很开心 同时也让我对航天员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外人眼中 他们是离星星最近的人 是被很多人羡慕的 能够在宇宙星辰中 穿梭的探险家 但是在这娇人成绩 和高光时刻的背后 是超乎常人的严格训练 是无数的汗水泪水 甚至是鲜血铸就而成的 对于他们而言 既有仰望星空 遨游天气的理想与豪情 更有脚踏实地 刻骨训练的行动与坚守 还要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 面对困难时的披荆斩棘 一往无前的勇气 和为祖国航天事业 不计个人得失 捍卫集体荣誉的情怀 这些都深深地感染着我 打动着我 2021年是航天大年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 我们探索太空的脚步 会迈得更大 更远 而在迈向星辰大海的征途上 是像亚平一样的航天工作者们 奋斗的姿态 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 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 走过了万水天山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勇往直前 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